9月6号据美国一个军事网站报道 美国有一名水兵 在航母上服役的水兵 在阿拉伯海失踪 那么美国目前正在开展搜救工作 我第一感觉 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我突然就下意识的想到了卢姑桥事变 为什么会往那想 因为本身第一 现在目前中东那边就不太平 我们现在就是说 作为中国人 就盯着台海和南海 包括中印 其实地球上很多地方 现在都不太平 包括伊朗附近 中东那片 你知道吧 所以说 刚一看到这新闻 我就觉得 是不是美国想上演一版 中东版的卢姑桥事变 对吧 当年日军 新华日军在卢姑桥外 想攻北京的时候 不就搞了这出吗 对不对 借此 借此侵华 以这个为借口 说谁谁谁 对吧 我们的士兵失踪了 是你们害的 对吧 是你们给 给搞死了 他得找个借口 你知道吧 现在呢 就是说伊朗也没主动挑事 这个没有困难 创造困难也要上 这就是美国目前的 他的这个思路 包括他现在在台海 也是这个思路 你看看 他就是处于挑事 挑事的这么一个角色 创造 创造给自己开第一枪 创造条件 这也是发动战争的一种思路 当然了 我们这只是个人的这个猜测 具体是不是这回事 那还有待观察 具体你是真失踪了 假失踪了 还是说人为失踪了 还是真的像我说的是吧 这个卢古桥事变那种失踪了 不知道 但起码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因为现在中东那边真的不安生 如果说 如果说是和平年代 大家可能不能 大家可能不会往那想 但是呢 现在不好说呀